現在我們來試看看怎麼樣加入CC-Snowfall 點到這個背景圖 我們找到Effect裡面的Simulation 就可以看到CC-Snowfall 加入之後我們分子運動 本來就是一種不需要關鍵格就會動的 您就可以看到畫面上已經有下雪的效果 那我們先把它的Size的部分雪花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顆粒就會比較大顆了 再來如果有需要設定這個雪花的這個數量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Flash來做設定 再來還有一個是下雪的速度 甚至你還可以加上風力的影響 這些都是蠻特別的 那當然 預設的顏色就是白色的 那麼這些其實都是有關鍵格 這個馬表可以設定動畫 那甚至呢我們在HR這邊呢 你還可以設定一個就是那個雪花 它本身飄移的一個效果 好這都是算蠻特別的 那麼直接呢您可以直接拉動一下時間軸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好如果你想加上風力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一個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下雪就會有一個方向性了 就好了